Hello大家好,我是波林飞云 唉,我这嗓子一直也不见好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像是之前轻松能唱的 爱很简单 不值得这种歌 现在完全失声了 整个人没有了任何的假音能力 很奇怪啊 正常说话没什么问题 开车唱不了歌好难受啊 心态崩了呀兄弟们 等我再养养看看吧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目前究极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 密特鲁德究极三 腐蚀 上期结尾我把他给翻译成了 密特鲁德究极三 堕落 但是我这期坐着坐着发现 较腐蚀应该更符合游戏情况 所以上期视频我也偷偷打了个补丁 重新上传了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萨姆斯和黑暗萨姆斯的最终对决吧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故事剧情紧接密特鲁德究极二 黑暗为生 在以太行星事件发生了半年以后 萨姆斯阿兰被召唤上了银河联邦的 跟何而聪明 当赏金猎人赚来的赏金 都会送给目标的受害者 来帮助弱者 伦达斯 来自贝斯三号行星的一颗卫星 弗里奇斯 弗里奇斯人可以操纵和生成冰元素 伦达斯是少数使用这种能力 来当赏金猎人的人 甘德雷达 来历不明 拥有变形的能力 可以变成大多数其他生物 甚至能变成尺寸相差很大的机器 本体的基本形态是人形 他认为萨姆斯阿兰是自己的主要对手 因为变形这个特殊能力 他经常被派去执行隐蔽和侦查任务 这三名赏金猎人 本来是被银河联邦过来清除 银河联邦的超算 极光号上面的宇宙海盗病毒 但是宇宙海盗突然发起了突袭 他们三人就被派往了诺瑞恩行星 启动上面的星球防御系统来抵御突袭 萨姆斯也一同前往 在诺瑞恩行星上 萨姆斯遇到了PED三角洲小队的成员 该小队隶属于银河联邦海军陆战队 PED的含义是非宗增强装置 本来这是一个宇宙海盗的技术 被银河联邦所截获 小队成员可以使用非宗增强装置 来给自己的装甲充能 以获得临时性的外骨骼和武器 在任务途中 萨姆斯再次遭遇利德雷 两者在战斗以后坠入了一个能量井 随后萨姆斯被伦达斯救了出来 利德雷坠入了无尽深渊 不久以后 也就是利维坦正在朝着诺人行星飞去 赏金猎人们恢复了星球防御炮的动力以后 赶往了控制塔 但是在完全启动星球防御系统以前 他们遭到了黑暗萨姆斯的攻击 在其他猎人都昏迷的情况下 受了重伤的萨姆斯仍然坚持激活了防御系统 利用激光及时摧毁了利维坦种子 在昏迷了一个月以后 萨姆斯醒来 一清醒他就被告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他和他的猎人小伙伴们都被黑暗萨姆斯的飞踪腐蚀了 然而 银河联邦的科学家却发现 萨姆斯现在可以从自己的身体里生产飞踪 所以他们在萨姆斯的家乡符上添加了PED模块 允许萨姆斯控制他体内的飞踪 相当于超个频 不愧是主角啊 都是被腐蚀 主角还能获取新能力 萨姆斯进一步了解到 其他三名猎人早就醒来了 已经在两周前离开 前往了其他三个观察到了利维坛种子的行星执行任务 但是银河联邦在七天以前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萨姆斯的新任务就是摧毁所有的利维坛种子 并寻找这三名猎人的下落 第一站 萨姆斯来到了布里约行星 这里曾是已经灭绝的布里约人的家园 现在是爬行者的领地 萨姆斯根据扫描到的结果 发现爬行者就是布里约人退化而来的 布里约人有一种类似天赋神通的东西 他们可以使用魔法 同时布里约的科技发展速度也非常迅猛 语音和系中的其他文明 比如说鸟人族 卢米诺斯人 伊拉人等等都进行了积极的接触 鸟人族警告过布里约人 必须要把魔法和科技结合在一起才行 但是布里约人并没有在意 随后他们内部产生了分裂 出现了科技派的人和魔法派的人 科技派的人斥责魔法派保守 老旧 不思进取 双方的关系背着剑拔弩张 随后在萨姆斯到达布里约行星的300年前爆发了内战 魔法派摧毁了科学派 多年来的战争使得魔法派退化成了野蛮好战的生物 也就是爬行者 在利维坦降临了之后 这种情况更甚 萨姆斯在布里约行星探索的工程中惊恐地发现 本来以为是良性因素的非宗腐蚀 可以导致他的身体被非宗能量过载 最终让自己疯掉 萨姆斯必须及时清除非宗 才能阻止进一步的腐蚀 随后萨姆斯遇到了伦达斯 伦达斯已经丧失了位置 萨姆斯击败了他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伦达斯被自己身上的兵给刺穿 黑暗萨姆斯飞过来并吸收了他 在拿到了伦达斯的遗产冰冻导弹以后 萨姆斯进入了利维坛种子 与被腐蚀的战争巨兽莫根纳战斗 莫根纳是布里约科学派制造出来攻击魔法派的产物 战斗结束以后 莫根纳产生的爆炸使得萨姆斯体内的非宗过载 萨姆斯顺势而为将非宗倾泻出去 毁掉了利维坦核心 根除了布里约行星上的所有非宗 然而 在他的DNA里 黑暗萨姆斯植入他体内的非宗 仍然在生长 第二站 萨姆斯去了位于伊西利亚的天空城 这是由鸟人族创造的飞行城市 里面居住着有生命的机器人 萨姆斯找到了激光号217 成功清除了上面的腐蚀病毒 但是已经被腐蚀的古尔却出现并攻击激光号217 萨姆斯不得不击败他 然后看着黑暗萨姆斯飞到这里来吸收他 照例获得古尔的遗产等离子光束以后 萨姆斯使用等离子光束修复了激光号217 成功以后 激光号217帮萨姆斯造了一颗泰罗尼亚炸弹 顺利的帮助萨姆斯摧毁利维坦的防护罩 萨姆斯得以深入利维坦核心 与被腐蚀的伊西利亚人指挥官赫利俄斯战斗 同样 战斗结束的爆炸让萨姆斯进一步的被非宗腐蚀 最后一战 萨姆斯去了海盗家园行星 据传这里是宇宙海盗最初的诞生地 这里的腐蚀蔓人的飞快 行秋本身正在变为纯粹的飞踪 且非常不幸的是 这里的利维坦种子受到了严密的保护 众人只能通过一艘货蝉到达那里 但是因为行星一直在降落酸雨 所以无法前进 萨姆斯在与一名银河联邦陆战队员短暂的合作以后 获得了加强服的危险盾强化 但是这名士兵却突然反水 想要干掉萨姆斯 失败以后 暴露自己是甘德雷达 萨姆斯照例击败了他 然后无奈的看着黑暗萨姆斯飞过来吸收了他 捡起了他的遗产以后 银河联邦的司令卡斯特丹恩联系萨姆斯 说银河联邦正在计划进攻海盗家园行星 但是他被巨大的行星防护罩所笼罩 该怎么做你心里应该要数吧 萨姆斯利用刚获得的新星光束 解除了行星防护罩 银河联邦开始对宇宙海盗展开全面进攻 萨姆斯亲自带队 率领一队爆破部队 摧毁了通往海盗家园利维坛种子的安全门 奥米格利得雷正在那里等待着 击败利得雷以后 萨姆斯的腐蚀达到了一个临界值 他现在浑身都被飞宗的光芒照耀着 随后 奇观号R17发现了飞亚泽行星的位置 在之前的视频里解释过 飞亚泽行星是所有飞宗的来源 萨姆斯从宇宙海盗那里偷走了一艘利维坛战舰 和联邦一起动身前往飞亚泽行星 到达了飞亚泽行星以后 萨姆斯的家乡服完全不受控制的 吸收这里的飞宗能量 几乎让萨姆斯完全被腐蚀 好在萨姆斯通过释放能量 兵养自己永久超频 来阻止情况的进一步恶化 进入到飞亚泽行星内部的圣殿以后 萨姆斯碰到了黑暗萨姆斯 后者与被偷走的极光号313融合了 现在他变成了飞亚泽行星的核心 依然是毫无例外 萨姆斯摧毁了被腐蚀的极光号313 干掉了黑暗萨姆斯 黑暗萨姆斯临死之前 引爆了自身的飞宗 导致飞亚泽行星开始自毁 银河联邦的舰队 全都通过了另一个冲动逃离 萨姆斯却与舰队失联 好在他的舰艇及时出现 并将萨姆斯带回 完成了任务简报以后 萨姆斯离开了庆祝中的舰队 驾驶舰艇返回了伊利西亚 他陷入了失去猎人同伴的悲痛之中 萨姆斯的舰队 缅怀过后返回舰艇 回到了黑暗的太空中 萨姆斯的舰队 画面一转 希莱克斯的飞船紧随其后 以上就是密图罗的旧机三 腐蚀的全部剧情 V不知道大家接触过没 是任天堂在2006年11月19日发布的第七世代游戏机 与微软的Xbox 360和索尼的PS3同台竞争 为了构想是在2001年GameCube发布的时候就提出来的 公本帽在采访中表示 下一代机型不会再走硬件大战模式 而是会优先考虑新的玩家互动形态 任天堂在2002年退休以后 任天堂在5月份继任任天堂总裁 松哥意识到 任天堂没跟上游戏行业发展的趋势 所以GameCube才会在主机大战中惨败 松哥还认为 游戏行业已经变得过于排他 小众 任天堂必须得做出 能吸引所有人的硬件和软件才行 在2004年的E3展上 任天堂公布了V的相关细节 当时V还被称呼为Revolution 松哥认为V将会彻底改变游戏业界 4年的E3上 任天堂正式向公众展示V 松哥一只手举着V 强调V的尺寸有多小巧 不过在当时 体感的双结棍控制器仍未完成 又过了一年 在2006年的4月份 任天堂正式官宣游戏机的名字叫V 两个I代表两个并排站立的巧人 也代表了双结棍控制器 任天堂的报告中表示 V听起来像V 很容易被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记住 不论他们说哪个语言都不会混淆 不过这个名字在当时被不少媒体嘲讽 觉得不如Revolution 随后任天堂于2006年11月19日 正式在北美发售V 结果大家也知道 V非常火爆 和NDS一起拉了一大批平时不怎么玩游戏的蓝海玩家进入游戏市场 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对于蓝海策略的错误判断 也间接导致了后面VU的全面失败 这就是后话了 国航版本的话任天堂曾经想和神游一起在2008年发布国航V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未能达成 又给神游插了一刀 回到游戏上 根据布莱恩沃克的说法 2004年春天 在密特罗的旧级2 黑暗回声发售以前 任天堂就已经批准了旧级3的制作 那时候三代开始进入了讨论阶段 关于密特罗的旧级3 腐蚀 最初的设想是做一个基于任务的游戏 萨姆斯将驾驶着他的舰艇 执行赏金任务 但是在Retro工作室 向任天堂报告这个概念的时候 立马就被否决了 任天堂表示 Retro工作室最初的这个设想 更像是雇佣兵 而非是赏金猎人 游戏的技术负责人杰克·马修斯 证实了这个说法 赏金猎人中的赏金一词被误解了 Retro已经真的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些工作 不过后来都被废弃了 游戏的设计师马克·帕西尼 此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 那就是把游戏做成一个 非线性的开放世界游戏 更多的使用萨姆斯的舰艇 然而 V的硬件规格有限 这种东西对于V来说太吃力了 所以最后这个概念虽然被采用 但是大幅度的缩水 布莱恩沃克提到 虽说团队成员都对密特罗的旧级3 腐蚀感到非常自豪且满意 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完成 自己预想中的目标 即通过这款游戏 革新密特罗德系列的公式 像是咱们编年史第一期提到的那些 能力限制探索 非线性区域等等 创造是一个全新的密特罗德 游戏首次亮相于2006年的E3展 初次亮相时与二代看起来区别不大 不过Retro当时就宣称 游戏做完以后绝对会不一样 同时宣布三代可探索的区域 会比二代大很多 还会以60帧来运行 最终经过数年的开发 游戏于2007年8月27日 正式在北美发售 当时在发售以前 任联堂被批评 为什么三代的营销和宣传这么少 IGN把初代的海量宣传 和三代的EDO宣传 进行过对比 并猜测任联堂是想加深 公众心目中自己在NDS V上面执行的休闲游戏 蓝海战略 游戏发售以后自然是大获好评 当年还有公信里的IGN 打出了9.5分的成绩 任命游戏虽然和之前的游戏相比 没有什么大突破 但还是特别的棒 是三部曲里最棒 最成熟的一款 三代使用V的双接棍来进行操作 媒体普遍的看法是 三代拥有当时主机平台 最佳的第一人称射击体验 上期提到了舰艇功能 在本作当中得到强化 萨姆斯不仅可以控制舰艇空袭 用舰艇的抓取光束 搬运大型武器 甚至还能让舰艇降落到一个 更方便的地方 此外萨姆斯还能通过舰艇 随意前往各个区域 让游戏的整体流程变得非常的自由 三代是密特罗德系列当中 第一款拥有全程语音的游戏 但是萨姆斯还是一个哑巴 之前弹幕里有朋友问 为什么我说 密特罗德另一个M 是系列的奇葩作 因为另一个M里的 萨姆斯话太多了 人设崩了呀 虽说另一个M是正统去做 剧情是都到官方认可的 但是人物倾向方面就不多谈了 最新的密特罗德生存工具里 萨姆斯回归哑巴人设 从都到尾我记得好像只说了一句话 其他方面我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初代打下的基础 太扎实 太优秀了 缝缝补补就三代了 实在是没什么地方可以突破了 所以究极系列才这么被搁置下来 估计是和N64时代一个理由吧 任天堂拿不出什么可以具体执行的方案了 究极系列已经完美了 在2017年的E3 我在看任天堂直播的时候 刚开始是异度神剑2 没什么兴趣 我一向对RPG不感冒 后边就是星之卡比 宝可蒙铁拳DX 法善可人吧 然后高桥深野出来串场 下一幕就是一个黑色的宇宙星空背景 然后一个闪电出现 当时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汗毛直立 心想不会吧 真的要来了吗 随后出现一个4 密头罗的究极4正在开发当中 哇 对我来说有这个就够了 任天堂已经赢了 第二天我就在网上下单 然后下班以后 骑着摩托车去中关村提了一台Switch 然后一晃四年多过去了 究极4开发 先拙 Retro接手再开发 我Switch游戏是买了玩的一大堆 究极4到现在还是只有一个logo 我是真希望明年能看到一点新消息啊 还好今年有正统续作 密头罗的生存恐惧 如果明年能给一个三部曲一支汉化版 然后四代给点消息 一或者直接就发售 那我是真感觉我死而无汗了呀 就这样吧 不多说了 嗓子还难受呢 下期给大家讲一讲 密头罗的另一个M 来感受一下仁者祖代工的萨姆斯吧 我是波林飞云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